受到大陸冷气团的影响 今天台湾各地的气温明显下降 白天北部的高温只有20度 其中在台北跟宜兰是越晚越冷 到今天深夜的低温可能只有13度 明天更是下探11度 山区还有机会下雪 气象局表示 新竹以北跟东部地区这几天 都是阴有雨的天气 中南部的云量也偏多 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北部的低温在13度 中部16度 南部17度 而明天又比今天更冷 北部的低温下探11度 山区可能有下雪的机会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很大 各位观众朋友 在夜间外出的时候 要注意带着保暖的衣物